好 買樂器 學樂器 開飛機其實都蠻花錢的 那486今天有辦法過這樣的生活 是因為他唱過大支 賺有錢 我們說是在位 能過這樣的生活不容易 不過他這個錢是怎麼賺的 等一下再來請教他 就是說他知道怎麼投資 他的報酬很好 那麼今天也要請到這個啟鵬兄 啟鵬兄已經半退休了 對 怎麼說 因為就是原本的課 就是排得很滿 結果受到疫情跟少子化的影響 那這一段的期間 就幾乎學生家長的收入變少了 收入變少 就沒有辦法讓孩子補習了 那相對來講補習班就請不起我了 因為我的終點比較高 多少 因為486打算開一家請你 那當然不能比 他總要知道行情 我一堂課一萬 一小時呢 沒有到一小時 五十分鐘 沒有啦 沒有啦 那個我是教那個郭 郭三 就差不多是兩個半小時 對 所以沒有 沒有到說五十分鐘時薪這麼高 這樣子 可是我看有些老師 雖然在上課 但是一下喝茶 一下喝咖啡 一下擦鐵板 然後一下子聊十四 這樣子時間你就過了 是啊 我沒有那麼的土匪 那所以其實就相對過去而言 我現在等於是半退休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的補教生涯 真的是非常的密集 大概有三十年的時間 我的假日只有大年出一出二 對 因為一般而言都會有什麼三節 至少有三節 可是因為是要面臨大考的學生 我們沒有假日 所以那時候最多的時候 我的課排到滿到幾點 連禮拜天晚上都上課 通常一般的補習班老師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 因為學生白天在上班 上課 那晚上才來補習 那還有就是六日 所以是平常天晚上跟六日 那六日能夠怎麼排呢 早上一堂 下午一堂 晚上一堂 所以兩天下來最多六堂 我排了八堂 那對 怎麼排呢 因為時間實在敲不出來 每個補習班都說老師 你給我一堂 那個也講一堂 這個也講一堂 講到後來我人情壓力給不出去 所以變成下午硬塞兩堂 就早上九點到十二點 那中午 中午十二點五十到三點十分 三點二十到五點五十 六點半到九點半 所以我的吃飯跟交通時間全部被壓縮 我常常十分鐘就吃完了 這樣的日子 我過了二十年 對 非常非常的累 那所以其實我也不是機器 那我也想要休息 所以就變成我平常 那個錢是直接會進戶頭 是不是 對 直接會進戶頭 戶頭是誰收 你收還是太太收 當然我收 對 這樣子就沒有爭議 這樣子 我老婆也不管 不想管這個 所以我就是給她一部分錢加油 那那時候就是我也不是機器 所以那時候我 我的 我能夠修的 就只有平常天的白天 那我怎麼修呢 因為我有一群高中同學 是非常要好的 我們在高中時代就組成了一個 叫play團 我們自詩會玩又會讀書 就班上前十名 所以我們就組成了這個團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出去遊 出去玩這樣子 那畢業之後還一直保持聯繫到現在 那所以這二三十年期間 他們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出去玩了 來 給我請假 所以都是他們請假 請那個他們的年假來陪我出去玩 對 不然我沒有多餘的時間 那你 你很拚 我看你多的時候 好的時候 這個月收入可能有一百萬 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幾十萬是有 幾十萬是有的 對對對 那你賺那麼多錢 後來錢都怎麼花 其實那時候我的同學們 因為他們都是投身在各 都算是各領域的精英 有半導體的 有廠長 有什麼那個 像我補教業 還有律師 法官都有 那他們共通的話題就是股票 可是股票有一個特性 每天要看盤 我沒那個時間看盤 我準備課都來不及了 我哪有時間看盤 你就一邊教一邊看嗎 不行 我是很有道德良知的老師 一邊教 教到同學幫我看一下 現在台積電都知道 四百塊跟我講一下 對 對 那也因為就是說我沒有時間玩股票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多餘的錢就是買房子 那也因為說我從小到大 就是白手起家 單親長大 我光是從國小到大學 我搬了二十多次家 每次都被房東感 所以我那時候最大的願望 或是說我們家人最大的願望 就是有一個自己的窩 對 能夠好好的那個安居樂業下來 對 所以那時候有錢的時候就買房子 然後不知不覺就這樣 買著買著買了五間之多 五間 兩間在臺北市 三間在新北市 還有一間小店面 對 大概這樣 可以問一下租金多少錢 租金沒有很多 如果算下來 大概年收入超過百萬 那很夠用 對 就是很夠用 可是你小時候的夢想 只是買個窩可以住下來 為什麼買到五間呢 這就要講到說 我這樣分身乏術辛苦 那其實這算是有遇到貴人 我那時候買其中一間房子的時候 遇到一個前屋主 他有上百間套房 那他就是管到累 所以他出清一間 那因為他滿租 我就覺得滿租很好 我其實很訝異 一個能夠滿租 而且是在校區附近 然後又能夠持續有穩定收入 幹嘛賣掉這個房子 這金基母 對 那他就跟我講說 他管到太累了 累到他決定把資金抽去做店面 因為好的一間店面 隨便收一收幾十萬 跑不掉 月收入 比這個管了上百間套房 然後一個月下來 也不知道多少錢 那要好太多 那個很辛苦 因為只要有幾個房客 給你搞狀況 你就只是插就插不掉 對 就是這樣 那所以他那時候 我那那反過來 我就很想當包租公 所以我有請教他 那時候他就傳授我一個秘訣 他就說 買方式不要嫌貴 只要你能夠負擔的起租金 你就給他下手 不要怕別人說貴 永遠等不完 真的 當你在等的過程中 你已經蹉跎了 那他就問我 我的月收入 我說月收入幾十萬 他說你綽綽有餘 你就去買 因為只要你的收入 沒有很大的風險 持續都可以收入 你就下手 下手了之後 買了房子 租給別人 房客幫你繳房貸 你自己還可以再把多餘的租金拿去買另外一間 再請請教一下 老實講要當補習班的名師不容易 是 那個教學要有技巧 是 對不對 是 你為什麼會變成這麼受歡迎 你覺得有一個祕訣嗎 其實我 我的秘訣很簡單 因為你是教中文 我教歷史 歷史 其實我一出道的時候 就是教歷史跟地理 那後來因為太受歡迎的 公民老師被比下去 補習班又說老師 你公民應該也可以吧 那我看看 對啊 確實可以 所以我後來就是教社會科 歷史 地理 公民 對 這三科 對 所以那時候 他為什麼太受歡迎 我很 我很土法煉綱 當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題目做過一遍 所以我不會的 我就認為學生一定也不會 那我其實如果是我不會 我怎麼辦呢 我想辦法講解到我自己懂為止 所以我會練那個口條 譬如說我 我就很呆的方法 講自己講給自己聽 講到自己不會忘詞 不會卡 吃螺絲 不會覺得講的詞不答義 我就通過了 為什麼我要問這個你知道嗎 因為我很擔心找你來當來賓 這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主持人會被幹掉 我其實有這個想法 我要問我 以後不要發 其實教書 口條很重要 像我原講就是出口成章 大家說好壓抑喔 就而且很順暢 然後不會吃螺絲 然後講得又很平易近人 這樣而且有講故事差笑話 差跟他有關係的 這樣聽眾就會很專注來聽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文告